做綠幕的圖片,這是檔案總管喔 那把這個綠幕筆電先拉進來 拉進來以後呢,來老師看一下 這張圖呢,把它拉過來 它是一個透明背景 那這個要調大小呢 在哪裡呢?在調整的調整大小 那現在的電腦螢幕都是什麼呢?來 把這個功能取消 我一定要1920x1080,寬度是1920 所以把這個功能取消 1920x1080 那跟貴包,這就是一個滿版的畫面 我再把它做存檔吧 檔案的另存新檔 那就存什麼檔案都可以,JBG好了 PNG可能效果會更好一點點 那綠幕 好來,我剛存去哪裡?再看一下 檔案的另存新檔 在錄製影片的,來我換個位置 放在圖片區 1920 我現在是在電腦做咧 那另外一個我再處理一下好了 另外這個我也處理一下下 這個攝影棚的地方,你看到嗎? 來我也把它拉一下 不過這個感覺比較沒有那麼漂亮啦 拉過來一下,我一起處理一下 調整的調整大小 1920x1080 1920x1080 來我按存檔 這攝影棚的綠幕 剛剛是綠幕 這個是攝影棚 吃了就好了 節省時間 那重點來了 老師你現在是放在電腦呢 那怎麼給iPad 來 那我要跟你提一下這個地方 這是我的Google雲端硬碟 這是我的帳號 在我的iPad其實我有登入Google帳號 然後把它傳上去 我等一下放在Google雲端硬碟的時候 那我先放在這一份 這我有給大家你可以下載連結的 在iMovie這裡 我先傳到這裡來 因為這個連結我已經給你了 在圖片的地方 圖片的地方 把這兩個 1920的 就傳上去喔 所以你也可以下載 因為這資料夾 早上都貼過一次 如果各位不放心我再貼一次 我再貼一次 來再把這個iMovie 那其他圖片 我也會在後續再處理再丟上去 iMovie在哪裡在哪裡 頭暈了 你加 把這連結 複製 我再貼到訊息區 好 那各位我再切換到我的那個 那個iPad裡面來 那怎麼抓進來 看一下喔 在我的iPad我會裝雲端硬碟 你看到嗎 我把它點起來的時候呢 雲端硬碟點起來 那 這不是用雲端硬碟喔 雲端硬碟誰拿來看喔 在iMovie的地方 你會看到這個 雲端硬碟哪來看 不是用iMovie喔 在這裡 剛丟了這兩個檔案 1920對不對 不是使用雲端硬碟 要使用什麼呢 使用這叫做檔案的地方 點起來 現在那兩個檔案還在Google雲端硬碟 還沒有在我這台iPad的 可是呢 我已經裝了Google雲端硬碟 我登錄帳號 點三個點點 這邊有個編輯側邊欄 我把Google 預設Google雲端硬碟不會出現喔 它是長這樣 我點三個點點 然後呢 點編輯側邊欄 這時候呢 把這個Google雲端硬碟切到這裡來 綠色的按完成 來 這裡是Google雲端硬碟 點了 兩邊就通了 所以我在電腦傳到Google雲端硬碟 我的iPad就可以收到了 OK嗎 那往下移在哪裡 在哪個資料夾 在iMovie資料夾 在哪裡 往上移 在這裡 按兩下 你又看到這兩個 叫做1920了 那怎麼放到iPad去呢 來 一樣點這三個點點 做什麼事情 分割畫面 這個是我的Google雲端硬碟 再開一個 檔案 兩邊是一樣耶 然後我把左邊這邊切到哪裡 點這個Google雲端硬碟 點再點 這邊切到 哪裡 我的iPad 放哪裡 我們不是放在什麼 iMovie嗎 展開來 我放這裡面來 來我直接拖一過來 那 點地一下 動一下 搬過來就拖過來了 來點一下 搬過來就拖過來了 兩個在這裡喔 所以我就從Google雲端硬碟 拉到我的iMovie資料夾 這時候我們再來一次吧 再回到iMovie這裡來 好 剛剛做完覺得不過癮 來點著它 把它刪掉 再來一次 點檔案 在哪裡 在上一層 就一個1920 你看到嗎 點這起來 加入的 滿滿的 就搞定了 這次就不會像剛剛的 哎呀 老師 時間還沒調 在家 點著它 拖曳 對不對 當然這地方你還可以再加文字啊 這邊可以加一些文字過來啊 這邊加文字 加它上層啊 來來來 那撥起來就好玩了 就可以在這裡撥 那時間就控制在這裡 然後再次 好